暑假出國潮 辦護照的人數也多到爆 記者直擊了在高雄的南部辦事處 有不少民眾一大早就來等 現場可以說是人山人海 甚至這個電梯口道樓梯間都有佔人 在南部單日的申請量已經接近了三千件 加開到了六個櫃檯 增加九名工作人員 還是要加班到晚上 而就連網路預約都得排到一個月以後 實在超多人 座位區一位難求 民眾塞滿各角落 一路排到電梯出口 甚至樓梯處也有人在等候 民眾花手機 打發時間 時不時看著叫號看板 等到翻白眼 櫃檯窗口人員後方擺著一欄欄加簽 速箭申請資料 暑假出國潮 工作人員幾乎天天加班 民眾到現場排隊至少三到四個小時 不想等到天荒地老 其實可以利用網路預約搭配天天重新刷網 其實每天都有民眾因為個人因素取消 就會有這樣的名額釋放出來 那這種情況之下你就可以很快的就預約到 一有人取消 民眾可以趁機卡位改日期 再選擇掛號到家審時又方便 但網路預約高雄每天四百名額 開放六十天內都能選 只是預約人數也很多 一個月內都滿了 就是臨時要辦護照 和他一樣距離出國時間太近 恐怕還是得來現場排 抽好號碼排後可先外出逛逛 透過線上APP等到快輪到時 再進來申辦也可以避免長時間人擠人 記者楊州民華民宿成文高雄報導